剑 Aldous 逃回顾道 逃回顾道 执法殿长老道 二等静感剧中在巫府门前闹事 成何气筒 你们剧中闹事 不怕受惩罚吗 还不速速散去 朱星云未经审核 也成为核心弟子 叶长老 你身为执法殿长老 难道不管吗 好回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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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出示你的弟子令 我灵霄无辅 一向恪守成规 但古语有云 不破不立 不止不行 少年人 如果你能证明自己值得此令 我府可以为你破例 若你不够格 莫怪我无情 铁长老 强者为尊的道理 我还是懂的 小长老 你不妨直说 到底想怎么样 哼 本来核心弟子的考核 要等到明年 但是 既然你要证明自己 那么不妨 临时加一场 核心弟子的考核 所有灵霄府弟子 都可参加 考核项目 在迷雾森林 度过七天 什么 迷雾森林 那里面幻术阵法密布 妖兽横行 是啊 最重要的是 会出现大量的随机传送迷雾 一个运气不好 就直接到了妖兽老巢啊 核心云 只要你通过这项考核 我绝不再阻拦你竞服 就你那垃圾的一品武林 还想参加核心弟子考核 根本就是找死 快滚了 原来 他就是那个传说中 走后门的处行云呢 没想到 才短短几天 就升到了聚林四重天 他虽然修为敌 但无夫选拔的魁首 可是货真价实 只不过是有了点肌肤之亲 就那么向着他说话了 你 还恼羞成怒了 楚师爹 这临时考核必定有诈 好 既然萧婷长老在众目睽睽之下说了这番话 那这考核 我楚行云便接下了 你答应得太草率了 萧婷和李氏兄弟 皆非善累 他们如此迫切要求你参加考核 绝对不会好意 我们应该等师父回来再 没人知道扬言什么时候回来 而一年的时间我等不了 只要通过考核就可以让所有人闭嘴 何乐而不为 这 师兄 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洛兰的安慰 麻烦你带他去云梦府找这个人 请他照顾几日 好 公子改变主意了 如果你能替我保护一个人 我或许可以考虑一下 杨颜不在 其他三位长老 只是例行公事 绝对不会有人打扰 我至今都想不懂 就凭楚行云的修为自治 是如何瞬间破解我的招数 并将我重伤的 你怀疑是那套功法 只是放眼整个流云王朝 也未必有几人知道 他一个小王孩 怎么可能会 无论如何 此则不可能 放心 他必定会死在迷雾森林 为了维护灵霄府的规矩 特别设置了此次核心弟子考核 本次考核 考生只要能在迷雾森林度过七日 就算考验通过 现在开启入口 如果中途想要放弃 就用灵力激活着手环 万一手环丢失或者毁坏 你们只能等待考核结束后的救援 在此期间 如果不幸遭遇妖兽 那就自求多福吧 怕死的话 最好现在就放弃 现在考核开始 你说那个主行人能撑过一天吗 一天 我打赌他一个时时都撑不过 喂 你那个叫洛兰的小妹 真可爱啊 万一 你死在那边 以后谁来照顾她 不劳你费心 别怪我没提醒你 卓大哥加油 嗯 楚星云 你怎么会守卫巧了 楚星云 你可千万不能死啊 要死 你也只能死在我手下 既然都走到了这一步 我倒要看看 在这迷雾森林中 那些狼鼠之辈 能奈我何 游泽